今天跟大家要做的菜叫做辣炒脆笋 是吧 跟这个地方斜切一个口 没有 尾端斜切一个口 为什么要放米呢 笋本身就是它的清甜 脆甜 蒜片放进来 罐头 香了 火打开 笋放进来 跟泡椒 快 很快 快手菜 来 试试看 好 我们今天做这个笋的料理 笋料理非常多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笋怎么处理 我们要做的菜叫做辣炒脆笋 那我们从一开始的笋开始来处理 就是新鲜的笋 那我们拿到手的时候很多人 因为笋它很特别是 如果你处理得好它会很清甜 你处理不好它会有一个苦色味 那个苦色味有时候让人家吃起来 尤其小孩子他就不喜欢吃 那所以我们拿到第一件事情 来 我们先把后面的地方先切掉 去递 对 然后这边我会把它先切一个斜角 然后这边稍微画一下 那你就拿一个锅子把它放进来 带皮煮 对 这个是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们日本的老师教的 对 那我后来自己试了几次之后 它真的还不错 是吧 跟这个地方斜切一个口 没有 尾端斜切一个口 然后这边呢 这边切了之后 还要再一个缺角 这样它可以受热均匀 那你放进来 这上面都丢了啊 这不用 对 这太硬 你咬不动 然后放什么 放大概 如果说是你一大锅 就是一杯米 你如果小小的像这个 差不多两大匙就好了 为什么要放米呢 它的淀粉会让 煮的时候会让这个 笋里面的甜度 那苦涩会降下来 然后来 我们把水放进来 冷水哦 差不多没过就可以了 那你就把它拿到上面 然后开火 煮多久呢 开火了 煮滚了之后 滚了之后 三根的话我大概煮个20分钟 你如果是一大锅 比如说你是一桶 然后很多根 那你大概煮40分钟 滚了之后转成小火40分钟 煮完之后把火关掉 不要理它 就放着 那放着的时候 让它慢慢慢慢的降温下来 那它一旦降温下来的时候 你如果说你要拿去冰 你没有现在马上要吃 你就记住 就把它拿起来放在 比如说保鲜盒 那你要把里面的水 进来让笋继续泡着 就把它放在冷藏 对 然后你照着吃的时候 再来剥壳 那我今天有做之前 已经先做过了 它煮完之后 就会是这种颜色 煮完之后 汤色也变了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就可以从这地方开始 把笋剥掉 其实还有那个米粒的香味 很香 不放盐煮吗 不用 笋本身就吃它的清甜 不用再放盐 吃笋很怕吃到它那个色的味道 但是照我这样的方式 煮绝对不会色 然后笋有很多种品种 比如说桂竹笋 麻竹笋 绿竹笋 有剑笋 还有苦笋 对 那每一个笋 除了苦笋跟剑笋 不需要这么做之外 其他的桂竹笋 麻竹笋 都可以这么做 那我们这是什么笋 这个是冬笋 对 那你看 像这边你瞧瞧看 这根本 这根本连吃都是不动 你可以先挖一个 然后看看这边 还是没有办法 对 好 现在这刀下去就知道很明显 这也是一样 可以 那旁边像上面这个有点 有人会吃啦 但我会习惯性会让它再 这个就可以了嘛 你看嫩嫩的 对 摸起来就柔柔软软的这个 然后旁边这个地方 先把它要把它削掉 底下 就很像笋塔 笋塔 这样就非常好吃 然后一般我们在 就比如说在店里面 或者在家里面 这样子的话你直接吃 它就很清甜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直接吃 因为我们只有三颗 对啊 太小了 像笋其实做好了之后 你可以放一段时间吗 如果放在冷藏的话 大概三五天没问题 不能放这么长时间 一个月不熄 一个月不熄 好 那这边来我们就把它 切开 谢谢 脆甜 对不对 苦味都拿掉了 很甜 很甜 有米那样的香味 也吃起来不潮心 潮心是什么意思 心口就是 色 就是比如说你菠菜 你那个色味没拿掉 你吃多了之后 是那种感觉 你会生气是不对 很不舒服 马上就要再去吃别的东西 把那股劲儿给压下去 你真的很容易吃东西 吃到不舒服 因为自己做有时候 处理不当就会让人不舒服 好 那今天我们比较特别 我没有炒肉 我今天炒这个鲑鱼罐头 对 然后用豆瓣酱下来炒 好 这边有蒜片 我们切点蒜片 大概三颗左右 你们家常吃笋吗 会啊 我们会根据不同季节 吃不同的笋 冬天的时候一般就会吃这种笋 冬笋 冬笋 冬天的时候会 市场上他也会提醒你 有春笋卖了 去买春笋 笋其实应该算是 很东方的食材 对 老外顶多吃芦笋 芦 芦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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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那个芦笋 绿绿的 对 老外是吃那个比较多 但老外很少会有机会吃到这个笋 他们是那边没有这样子的笋的生长环境 没有竹子 可惜了 有一些地方有竹子 但他们就是观赏 他们不会想说要把它拿来 因为本来就很少啊 没有那个机会去吃那个东西 对 所以相对它就比较少 有机会吃 但是他们应该能够接受笋的这种口感和味道啊 就是我们的冬笋春笋 应该可以吧 老外很有趣 就是笋或者竹子这个东西 对老外来说就是非常亚洲的感觉 因为他跟你讲的时候跟熊猫啊这些 熊猫没有想那么多啦 他就是因为很多的 就是他们去东南亚去观光 他们都会看到竹林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先是在我们家附近的学校上课的时候 我就经过一片竹林 你有没有看过青竹丝 什么 青竹丝 对 是一部电影吗 不是 一种蛇 它是在竹林里面 绿色的不大 它就是盘在那个上面 我看过 你知道 然后那个很毒 所以看到我们吓得要死 尤其小时候我们那个大哥哥都会吓得 那没有青竹丝 对啊 吓得要死 所以它对我来说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你不会觉得那是美女蛇吗 什么美女蛇 就不要闹了 好不好 吓得都吓死了 还没女蛇 对不对 还有一个 什么 还有一个对我来说非常特别 我小时候 乖 很胆小 然后我小时候的运动细胞不好 而且你知道 以前选对你们怎么选 比如说现在有十几二十个小孩 要分两对你们怎么选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 首先呢 你跟你喜欢的那些好朋友们 你就会自动地站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时候会有输一个对鞭子 什么对鞭子 黑白 黑 男生女生配 就类似于这样 你要你就是随机分配啦 但是你们其实都会跟好朋友商量好 你会那个白色喔 就这样子 所以你们真的是分得很好 都是好人啊 我们不是啊 那你们是什么 我们是两边最强的 就比如说这边里面有年纪比较大的 两边最强 两个人出来猜拳 猜拳干嘛 赢的选 赢的先选 输的后选 我告诉你 我永远就是最后一个在那边 为什么 没有人选我 因为我没有运动细胞 那他们就是要那么强运动细胞 要干什么呢 我们是比如说打棒球啊 或是玩什么 就是跟游戏嘛 都是球类 那我 我跟讲最尴尬的是什么 你要是两边是双数就算了 对不对 你选过去 单数 都选完后我就有一个人在那边 没有人选我 一直到我国中我就 因为国中我转到一个学校 我去一个学校念书 没有人认识我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一定要把我的运动细胞弄好 所以我就打了网球之后 我从国中我的运动细胞就越来越好 到国三 基本上我在我们学校 已经是很厉害 到了高中 我跟人家比万利 我没有输过人家 天哪 你真的是一个活多多的逆袭的故事 逆袭也没有那么伟大 这是我人生的很奇怪的经验 有可能是人家说另外一句话 你在一个地方不行 不代表你在每个地方都不行 毕竟树挪死 人挪活 你就是一个回来的例子嘛 对不对 我平凡中见伟大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要来炒这个 先把蒜放进来 蒜片 蒜片放进来 然后豆瓣酱进来 不用多 因为豆瓣酱很咸 罐头 好香啊 给我那个糖跟酱油 有点糖 好香喔 酱油一点点 火打开 笋放进来 跟泡椒 跟泡椒 来 做我干嘛 对对对 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 所以你还不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炒它 快 很快 很快 快手菜 香耶 真的很香 吃起来更香 重点是你要把笋先 给我张纸 你要把笋先弄好 你把笋先弄好的时候 第一笋吃起来不会苦涩 再来第二的就是笋在 你在吃 你在烹调的时候 它可以缩短时间 你相信我如果你没有像刚刚那样的步骤 你可以先做起来 等到你要做的时候 你把它拿来用就好了 等到你又说你没有从头到尾 或是你把它直接剥起来切一些 我跟你讲 那个笋就没办法吃 所以我们要笋去色味 第一个要加白米 第二个加辣椒 对 加辣椒会怎样 有什么作用 我其实不太清楚 这是老师 当时在日本的时候他教我的 那我就照这个方式做 到目前为止 我每次只要处理笋 我都是这么处理 来 试试看 这是台湾一个啤酒屋的菜 下酒菜 如何 好吃 首先是没有色味 其次 我第一次吃这种鲑鱼 和笋在一起比较少 其实台湾是用它来炒 箭笋比较多 挺好吃的 可以喔 吃起来它那个 因为鲑鱼带点海鲜味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 它有点像鸡肉 对不对 鸡胸肉的感觉 家里面如果说你有笋 不管你是用刚刚 我们的方法做完之后 你要吃凉笋 你要炒甚至放到面里面去 什么都很好 这道菜如果放凉了 应该也很好吃 也可以 对 这道菜我个人在 在去那个啤酒屋的时候 碧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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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唯独不一样是 就台湾的豆瓣酱 跟大陆这边的豆瓣酱 不太一样 是用黑豆豉吗 没有 台湾的是比较红一点 其实这边在四川 我曾经去的时候 是有两种 也有两三种 就黑的比较 就发酵时间比较久的 跟红的发酵时间比较短的 那台湾是用比较短的 但其实黑的也很好吃 最少是它的香气你要炒出来 试试看 真的不难 好 我们今天呢 跟人家聊宵夜美食 来到了台湾 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特别 它叫做台南虾仁饭 为什么说特别的 因为这道菜 其实流传很长很长的时间 真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流传 我不知道 不可考 我曾经在台北的夜市 看到虾仁饭 我在这个陶淵的夜市 看到虾仁饭 台北很多的 比如说有五个夜市来说 起码有三个看到虾仁饭 但重点为什么 对我来说很特别 因为我没有吃过 对 那你没有吃过 你今天还来节目上走 所以我要想还没讲完 我今年终于吃到一次 对 从来没有想说要去吃它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也是因为 在台北看到太多的 其他夜市的美食 没有 就是它都有写虾仁饭 你就会觉得说 虾仁饭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对 所以我就也 我也没有特别吃 对 那它为什么是宵夜呢 因为它是晚上才开 白天没有开 对 那可能就是小摊小贩 推着车来卖的 但是 没有没有 今年我吃了 因为今年我们去这个 台南出外景 我们里面有个摄影师 他就一直告诉我说 他要吃虾仁饭 虾仁饭 对 我就说好 那我又不好意思说不好 因为摄影师都很辛苦 我说好 那我们去吃 结果呢 我一吃成主顾啊 觉得原来它这么好吃 我居然吃到了这么久 然后蛋呢 基本上要用鸭蛋 对 因为鸭蛋比较香 台南很多肉燥饭所配的这个蛋 都是鸭蛋 我就是在出去吃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原来这么好吃 我以前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它好吃到什么时候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 是鸭蛋的特殊的香气 不是 那就是鸭蛋饭就好 干嘛做虾仁饭 它的虾仁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 那它和我们平时吃到的虾仁饭 有什么差别吗 你平时的虾仁饭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平时的虾仁饭 像虾油饭那种 那一挂的 我觉得特别的是 它跟我说的那一挂有点像 但是它的虾的处理的情况 状况比我好 对 这个鸭蛋一下立刻就铺开了 对 大 厚 一定要有一点点那个温度上来 这个泡真的是 鸡蛋比较少会 没有 鸡蛋也会 鸡蛋也会炸这么大的泡吗 你要油多 这是炸蛋 油多然后温度高 它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那这也是我觉得 我去吃这个佳仁饭 我很喜欢 过瘾的地方 好 那这边是煎完鸭蛋了 对不对 我们用它来炒虾壳 练一个虾油 我们平时要是烹饪虾 这些虾壳不丢掉 其实可以练出很好的虾油 去炒饭炒菜点一点都很香 油再给我一点 倒 帮你点啊 一直倒 一直倒 因为我们要练虾油 補一点虾油进来 倒 不要怕 好 那这个有个重点 常常有我们的朋友 观众朋友讲说 为什么它做出来的虾油 或者虾蛋会有腥味 它的腥味是怎样 你在炒的过程中 没有把它炒透 那什么样叫炒透了呢 什么虾头的部分 里面都要炒熟 现在火关掉 先捣一捣 把里面的这个 虾脑 虾脑的地方可以捣出来 一方面比较熟 一方面它香气会比较足 因为我们这一次 只用一次的这个虾油 所以就不用加那么多油 对吧 然后这边 蒜片 把蒜头放进来 增加它的香气 要不要再加点油 要 不要怕了 我们有全部都要用这些油 全部都要吃进去 没有啦 很多人说它加这么多油 有的时候要是做这种 新鲜的虾子的话 会多炼一点油 第二天还会用它去炒菜 不要 不要 当天用完就好了 真的吗 最好不要放隔天 因为这种海产的东西 有时候放隔天 没有那么新鲜 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对 但你如果说 你有皮不过敏的人 你就很容易放隔天 就会有过敏的现象出来 对 我们炼出来油 也是橙黄橙黄的那种颜色 很漂亮 当时我还记得 我去吃的那家 它在海岸路上面 对吧 就是台南就是竞争最激烈 最激烈的一条美食路 然后那个去的时候 它有几间吧 然后我们那摄影师就这样 一直看 一直光这样 我说到底到了没 他说这间这间这间 那到的时候 那哪有差 我说真的去到那边 不能说他态度不好 但他就是冷冷淡淡 那你就觉得为什么是这间 因为看起来又没有怎么样 这样 他就说一定说是这间 好吧 那既然你讲说是这间 我们就这间吧 很好吃喔 真的喔 对啊 害我突然之间 你知道 对它的那个第一时间的 没有特别好的印象 突然变好了 好 这个是有蒜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煉汤 来 鸡汤 然后把鸡汤放进来 用鸡汤来煉虾汤 你告诉我它有不好吃吗 师傅在台南吃到那家店 它是这么做的吗 鸡汤 鸡汤 你能看到它整个烹饪的过程 没有 看不到 看不到 它已经先做好了 对 一点点的乳香粉 然后白胡椒 一点点 半小匙的白胡椒粉 好 那它一样 虾汤把它煉出来 我们这个饭是炒饭的 还是什么饭 一般的白饭 虾壳已经功成生退 这个我把它放过来这边 让它继续煮 满个厨 整个厨房都是那个鲜虾 没有 它香还在后面 还有啊 这还不够 然后接下来 给我沙拉油 我放一点虾油进来 好 沙拉油 葱 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步骤 都是在堆叠它的香气 对 好 现在葱放进来 虾子放进来 用虾油来炒虾仁 然后一样它会放一点点的 五香粉 五香粉 白胡椒来 还有盐 撒 好 然后你可以再 不够的话 可以再用一点虾油 去比它的味道 好香耶 那因为它什么 在台南那边它用的是火焰虾 什么叫火焰虾 火焰虾 台湾有一种虾 我们称它叫火焰虾 它就基本上是新竹台南 那一带的都有 它的虾的味道的鲜味 比一般的虾子来得浓 来得重 对 好 放过来 好香喔 然后这边呢 它就比如说你现在客人点了 对不对 它就会很快的从里面 挖出汤出来 然后呢 然后火开的时候呢 它就把饭很快的拨进去 所以它有点半微的状况 所以它饭是很硬的 然后让这个饭都有吸到这个 虾汤 对 所以你看现在看 还是像白饭一样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再一点点的虾油 要不要冲盘 帮你这样冲盘 白色的碗两个 基本上呢 它都是满满的一碗 像这样一份虾仁炒饭 虾仁饭 虾仁饭 对 在夜市要卖多少钱 不记得了 因为不是我买单的 这个饭直接吃应该都挺好吃的 没有 但它饭没有什么调味 对不对 然后虾子 它的虾子放进来量 让你觉得非常慷慨 满意 就是这样 天哪 有哪一家店虾仁饭是这样放 这么奢侈 对不对 然后 好不好 我吃亏一点 放上来 这个是有蛋黄的 放上来 当成是一个盖子吧 盖住 咸蛋黄 因为这蛋黄放到里面 你还是... 你会觉得它非常好吃 好 这个就是台南的虾仁饭 试试看喔 不会失望喔 这个说真的 这个一定要这样拿起来 一碗 碰着 这样 但我们无奈 好不好 那一碗拿去拍了 我们就... 那个蛋黄 还没有完全凝固 还会流出来一些 汤子来 它的虾是比较脆爽的 因为它从头到尾就是一直炒 炒到它干爽 那它里面的葱很明硬 然后饭呢 也充满了虾味 因为是虾汤 对 但它的虾汤它是很快的 对 来 你试试看 谢谢师傅 先吃... 先吃虾 可以... 如何 脆香脆香的 它是不是很脆爽 好吃耶 然后带着那个葱香味 这个饭也很好吃 吃一下 这个 鸭蛋 好吃 好吃 好 那个蛋黄 叫香 跟虾在一起 很好吃 为什么我之前在台北 我都没有吃过 宵夜的虾仁饭 你才待在台湾多久时间 三年了 对啊 但我说真的喔 我想起来了 我有在那个迪化街 吃过一个叫做高丽菜饭 它就有虾仁 那它有咸蛋黄了吗 它就是高丽菜很多 然后有虾 那次吃我觉得还好 所以我觉得对虾仁饭 就没什么兴趣 但因为我们这个用的是 一般的西虾 如果你用的是我说的火焰虾 火焰虾会怎样 会更远 它这个虾会更... 它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 新鲜的虾子跟开洋 跟什么 开洋 虾米有没有 比较偏像新鲜虾子 可是它味道的重 有点开洋味道在里面 所以它虾味就非常非常重 那这是在台南那边的一个 很有名的吃法 叫虾仁饭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台南观光的话 你可以看到虾仁饭 不妨去试试看 那如果在还没有去之前 可以在家里面试试看 因为其实 它的用的食材不多 但是它把每一个食材 都用到了极致 拉到极致 比如说我们的虾油 虾油 虾汤 虾壳 对不对 然后葱 差不多这几个 那你如果没有鸡汤 其实用一般的水也洗 那虾已经够厉害了 但是一定要用鸭带 因为鸭带真的跟 鸭带很差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 要做的时候 麻烦把饭稍微偏硬一点点 因为你会吸 你要吸那个虾汤 你就要有一些 让它吸的空间 如果饭太软 一下去就变成糊糊 不好吃了 但这个还可以吃到 一粒粒的味道 对不对 好 大家试试看 请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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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 我们来的声音 请示篇 Jennifer lado 请示篇